医生是不是有个叫死狗的病人带你这里 是的 没错 我带你过去找他 我们怀疑他有生命危险 所以需要你们一晚陪会一下 死狗有人来看你了 警察 有时警察 这次你们别再想抓到我 什么 死狗你往哪跑 谢谢你医生 不过我有事先走 那个死狗跑了赶快追上去 死狗 你个狗子你给我站住 呱呱只还听人跑 真是奇了怪了死狗见了我们就跑干嘛 我说让你站住 别跑了 还想抓我不可能 再跑我都开墙了 不要警察 我就买个狗肉 不至于犯法吧 你们三分两次来找我 谁受得了啊 求你们帮我条生路吧 什么叫三分两次 我们只触动了一次 上次也有个警察 就在昨天他就跟发了疯一样 要去我的狗命 吓得我赶紧跑 好不容易才摆脱他 然后去了医院 还被医生诊断 我又妄想着 昨天那个警察是别人加冒的 他的真实身份是个本罪嫌疑的 我们这次来找你 就是为了包扶你 这都到京去了 尽管 我跟那个犯罪嫌疑人无忧无仇 他为什么要找我 因为你是他女朋友的男朋友 什么 我女朋友的男朋友 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女朋友竟然还有第二个 进去吧 里面最安全 喜狗 你和你女朋友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在狗肉铺认识的 新鲜出炉的狗肉有没有人要 老板 你这狗肉怎么卖 我的狗肉便宜得很 两毛五一斤 那这个会说话的单身戏狗卖不卖 卖 当然卖 必须卖 那就跟我走吧 太好了 我这个单身狗终于有人要了 然后我们就顺理成章去了餐厅 老板 给我来一份情侣套餐 好的情侣套餐马上安排上了 来吧 宝贝 快来给我一起享用 快坐 今天能跟你一起吃饭 我很开心 原来你也是他男朋友 巧了我也死 可恶 他究竟有多少男朋友啊 目前我们一直是四个 什么 这个可恶的女人 华为快跟我来 我们继续去调查哈 看看 还能不能继续发现新鲜色 怪不得那个失踪女孩会被人分失 可恶让那家伙跑了 Dream警官 没想到你竟然跟我的女朋友有接触 快说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我说 我们是在一个餐馆里认识的 附近一个人也没有过 是个美女 你好漂亮 能加个联系方式吗 当然可以啊 你一个人出来吃饭 我能坐你旁边吗 可以啊 你坐吧 你能和我在一起吗 好啊 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但是我没想到 他竟然有这么多男朋友 现在的我后悔莫及 恨不得想要捏死他 但我是个警察 你做了我想做 却又不敢做的事 但是我劝你自首 杀人是不对的 我们要采取正确的手段 我已经回不了头了 我会送你上西天的 留着你也没用了 我现在就开枪送你上西天吧 不要啊 大哥别开枪 我是警察 你是警察又怎么样 你得罪了我 我不会饶了你 你对我没有用处 我还把你绑架了 把你饶了 我以后肯定跑 可怜的Dream 我去随便找个地方把他埋了 走吧 Dream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必须选上好的土地 给你埋进去 就在这吧 Dream别给我装死了 赶快醒醒 我刚才又没开枪 打到你 你 你想干什么 我问你 你想报仇吗 替你的女朋友 我当然想啊 那我给你个机会 你是想让我杀人吗 我是警察 谁说让你杀人了 你继续做你的警察 去把警察保护起来的人 给我带过来 也就是你女朋友的那些男朋友 我来亲手了结他们 好 我们就这么约定了 可你要是不听我的怎么办 我是个警察 说话算话 我把你想要的那些人 给你带过来 你替我复仇 好啊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我就喜欢你这种 不计一切代价 达成目的的人 给你松绑 记住我交给你的任务 我会竭尽所能完成的 看你的表现咯 我让他连这么好几天 没来上班 说吵吵吵吵的 别走 你最近敢杀气了 最近啊 最近无旅游了 所以没回来 这次回来 是想好好工作 最近工作开展的怎么样啊 那个失踪案 结案了吗 没有 但我们查到了一些资料 是跟这个失踪女孩有关的 根据我们的调查 我们发现他有很多个男朋友 我们怀疑那个犯罪险的人也会对这些人动手 所以我把他们都包袱起来了 那能带我去看看吗 当然 不过你怎么被这件案子这么感兴趣了 这当然了 我对案件不感兴趣 对什么感兴趣 这就是我们找到的人 如果我们不把他们包袱起来 他们可能都被别人杀害了 确实 你们做得很好 我可以帮你们看住他们两个 这样可以更进一步保护他们 咱是不用了 他们很安全 那好吧 我也想参与到你们的调查当中 祝你们一臂之力 更早结下这个案子 黄警官我有点事找你 啥事啊 我怎么感觉这个Dream回来有点不一样了 他有点过于在乎我们这个案件了 你小子里行怎么那么大 人家精彩不想做朋友 难道每天想做混日子吗 看看这些人 我们要包袱到什么时候啊 黄警官你听我的 我觉得他有点可疑 怎么玩了 还不下边 你们走 我决定留下来帮你们调查一下这件事 那好吧 你继续加油 黄警官 这家伙下了班还不走 肯定有目的 我都说了 你别气了一心 他只是逮帮我们 时间不糟了 话为 你也赶快回家休息起吧 你先走吧 我有东西忘拿了 这个Dream警官一定有问题 这个Dream警官肯定有问题 他这是要去哪 卧槽里面是牢房 去那里干什么 快跟上看看 你们两个在这 还是太危险了 要不我带你们走吧 他们哪都不许去待在警局最安全 华威 你不是走了吗 怎么回来了 你们俩继续待着吧 我回来拿我忘在这的东西 Dream什么时候走啊 这就该走了走吧 那我想问一下 你调查的怎么样了 暂时还没有什么新线索 顺路吗 我送你回家 不顺不顺你走吧 我家在那边呢 我就是要往那个方向走的 那我走这里更近一点 好吧 这个Dream果然有问题 不知道他要把那俩人带走干嘛 可恶 华威这小子回来干嘛爱我的事 谁这个时候敲门啊 你给我老实点 我去看看怎么个事 谁啊 我的计划失败了 有个叫华威的新人 差点让他发现 那你就再去给我重新想办法 把他们带回来 不然你就别想复仇 我知道了 这是交给我 真是个蠢蛋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谁大半夜的上门 你那么高兴 干嘛就一送快递的 是不是也想让我 把你打包成快递 送出去 你俩最好老实点 等一下 我感觉Dream警官肯定还会回来 我得回警局 把那两个人保护起来 喂 你们俩 小心再被带走 给你们加固一下 这样谁都打不开铁门 警官你这次在干什么 把门锁这么死 我们怎么出去啊 我这是为了你们安全考虑 这下就算是神仙来了 也打不开那铁门 终于可以回家 舒舒服服睡个觉了 那个新人肯定已经走了 这次一定要把那两个人带回去 喂 我回来带你们走 去个比警局都安全的地方 在那里不会有任何人 威胁你们使得生命安全 等等这铁门怎么打不开 肯定是那个新人 把这里加固了 可恶 看来只能先放弃 你们等着我 会救你们的 还有刚刚这段监控录像 必须删掉 保险起见 不能让别人发现 又怎么了 这次的任务又失败了 是吧 没错 我怀疑我被人发现 你真是个大蠢蛋 连这点工作都做不好 我要你干什么 给我一次机会 还给你机会 你的行为肯定会引起警方注意的 就算给你机会 这也是最后一次 滚滚滚赶紧滚 去把那两个人给我带回来 我 好吧 这次我保证完成任务 把那两个人带回来 让你给我复仇 准备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